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来我们是在找铜锣烧的和钓鱼烧的 日本没看到 韩国看到一大堆 我们特别没在韩国吃 来日本吃 结果日本不畅销不流行了呢 后悔了不如在韩国吃好了 然后今天是最后一个项目就游船 现在是日本大阪时间的晚上八点半 然后我的船大概八点四十分会开船 然后我们会夜游一下大阪 看一下这个城市有多漂亮 我们下期见 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的出发,我是Eason,我现在人在台北桃源机场 我先出关,然后换会,然后办手机卡,然后还要赶到高铁站,然后坐车去台南 所以今天我超级忙 终于能来到一个地方,文字也认识,语言也通 终于不用再说英语了 先填这张表 没有笔,真的是,找只笔,先填表 台湾桃源机场这个应该是翻新过的,是吧 我对台湾的记忆还停留在家有先妻时代 不好意思,暴露年龄了 还蛮热闹的 大概花了我一个小时的时间,人真的挺多的 然后刚刚我换钱的时候,我其实没换多少 大概换了两万台币吧,大概就是那样 我也不知道这个钱是多少,但是我觉得挺多的 我就问那个人,我说我在这边大概待个两周左右 两万够不够 那个换贿的人跟我摇摇头说,你这个肯定不够 你还要再换的 好吧,看来台湾的物价蛮高的 我要省一点用了 老实讲,在台湾做Vlog稍微有点紧张 为什么?因为我说的东西别人都听得懂 之前在其他国家做,反正我随便说,别人听不懂 但来这边不太行 所以说一定要非常注意自己说什么 不能像以前一样胡说八道的 台湾今天是阴天,我好开心啊 我终于不用再黑了,我真的不能再黑了 知道吗?我再黑的话,摄像机已经拍不到我了 台北机场比我想中的小一点 找起来东西不费劲 不过交通蛮方便的 它这边像我直接去台南的话,就直接在机场里面做捷运 从捷运转高铁就到台南了 我差不多有个几个小时就应该可以在台南吃夜市了 对了,来给你们看一下我刚买的一卡通 看到了吧,霸道吧 这个非常拉风的一张卡,限量版的 我决定用这张了 我现在人已经在台湾的捷运上了 就是地铁吧,它这边的捷运 然后这期标题是不是应该起我在台湾坐地铁呢 我在想,因为这个长得跟印度内地铁一模一样 然后最难的部分已经结束了 就是换了钱,办了卡,然后也冲了值 它这边又有卡 然后也拿到了美少女战士的限量版 所以说现在可以安安心心地去台南了 到了 人超级多,好当时也没见那么多人了 好久没被人行注目礼了 没想到来台湾路比落个大家也会看你的那种 上次的被人行注目礼还是在印度 OK,我这边车票也买好了 然后是这张票 我是从桃圆机场去台南的 看到了吗?它的金额是11900 我刚才拒丢人,你知道吗? 我脱口而出就说,哇,好贵啊 因为你知道对于我来说啊 无论是花人民币也好,还是花澳币也好 只要上1000我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多的钱 对,只要上了1000我就觉得这个东西特别贵 因为你知道1000澳币或者1000人民币 其实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买很多东西 然后就从来没有做过1000多的票 然后当时这个1000多我就觉得就惊了,你知道吧 脑袋第一反就是,这个东西好贵 然后它这个票其实上面写的非常清楚啊 然后你是哪一个车厢哪一个座位 建筑发车从哪里到哪里都非常清楚 这个地铁票非常像之前在大阪的时候做车的那个 那个票的格式 然后包括它等票的地方 就是等在上车的位置 也非常像日本大阪的那种 就是轨道交通的这种感觉 就是它给你排队画好线的这种 对,非常像 简单说一下我到台湾之后的第一印象 就是我觉得台湾人非常有耐心 无论我问什么 他们都会非常详细的给你解答 哪话就是说你没有问 但是他觉得你有必要知道 他都会告诉你 我现在已经到达台南站了,下车了 这就是我来的时候的这辆火车啊 这辆火车是高铁 我刚看了一下最高时速它开到了258 还是蛮快的 我是5点10分坐上这辆车的 现在是6点34分 然后基本上就是一个多小时我就已经到台南了 还是挺快的 而且我基本上走了大半个台湾 从台北到台南嘛 所以说还是挺方便的 挺好 我想知道台铁是城市内交通还是城市外交通 我等下自己查一下吧 算了不问别人了 好扯啊 问的感觉自己很无知 我还是不问了 我还是去坐计程车吧先 回头我问房东好了 我这次租了一个RNB 140块住3万超级便宜 然后应该是有房东在的 正好有什么不明白的问他一下好了 计程车乘车区 好吧应该是这里 我这次住在台南的东区 所以说理论来说应该算是它老的 怎么说呢 老的市中心 不是特别远 不是特别偏 我想看看如果就是在高铁站打车的话 到那个地方大概有多少钱 这个台南车站蛮新的建的 特别新 非常新 然后 就什么都是新的感觉 什么都是新的 气候很好还是依然很好 温热潮湿啊 应该对皮肤特别好这个地方 这个打车应该怎么打 才走到这边吧 这边算是台南市 它如果说沿着高铁底下的道路走的话 大概三公里左右的话 就是之前的高雄县 车司机给我开过了 我快点往回走一段 总之吧一共花了445台币 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贵还是不贵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这么算下来的话 首先我又要花了高铁钱 然后又要花打车钱 我觉得还是蛮贵的 我还是坐普通火车吧下次 我觉得这个高铁虽然很快 但是真的超级贵 我真的觉得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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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